大家好,歡迎收看9月3日的司機今週五直播,我是豪德 Fans God is Friday,星期五,大家心情會開心一點 難得我昨晚拍了股壇事件,所以見到豪德,今天可以解決一下,很開心 好,先說一句,大家好像很喜歡ADA 連他的index大家都好像很表面,很開心 報C基金價格之前報一報ADA指數,今天是1.0058 猜不到大家這麼支持ADA,我也很開心 好,先說回政經 C基金的單位價格9月1日是143.8720 今天值得說的是,我覺得有三件事 先說一下北京交易所,昨晚習主席提了要成立這個北京證券交易所 當然我其實也不是專家,因為其實實際上,我也是根據有限的資料上去研究一下 其實這件事其實將現有所謂新三板,新三板就是近兩三年的資料 全名就是這個,全國中小型企業股份轉讓系統 簡單,大家炒開A股,要不就是上海,要不就是深圳 其實我自己曾經都打算去問一下國內朋友如何投資 我沒有好事搞一下,不過似乎國內都是一個比較小眾的資料 所以這次就是將舊底新三板的資料,叫做升級轉移 裡面通常是搞一些所謂的創新,中小型企業 他們國內有一個術語,叫做專精特身 做得很專、很精、很特別、很創新 其實過往的想法就是他們實際間公司還未適合上市 可以在那裏孕育一下,總要分層的 有些所謂精選層、創新層、基礎層 即是一級一級一級這樣上,好像大家打遊戲機一樣 即是你打得差不多,厲害,給你升級 其實本身他就是有一個作用的 在中途去集一下,用一下 最後才去到創業版,或者科創辦 所以有些朋友就問,做了這件事,北京的交易所 如果就這樣看,大家亂想到究竟是否上海科創辦 不聽話,搞到阿爺要自己在北京創一個 就這樣看,所謂的銜接就沒有什麼改變 都是沿用究底的升級轉移程序 基礎建設暫時,因為這件事發生了不夠24小時 而本身我認為是專家 不過就這樣看牌面,其實就沒有什麼改變 似乎用我們中國特色的說 其實就升格一下 即是他一向都在這裏 不過我們現在升格一下 之前一向大家都當他不太存在 當然,因為他本身都在省戶參與不多 你看到我本身都是機構投資者為主 國內就算做機構投資的朋友 都不太用來參與 可能在今次升格之後就會好些 所以就回應一下,究竟是否代表上海的科創板 或者深圳的創業板被取代呢 在現有的裝行架構就不是 當然升格之後,我沒有期待大轉變 這個就是大家要用大家的政治字去推選一下 當然,最實際的就是影響就是港交所 或者三八八,因為這個新聞大家又覺得有機會被人欠飯吃 所以三八八,港交所今天就不太行 所以亦都告訴大家,為何今天好像那些科創指數一般的時間 HADA指數都會升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新聞,大家情緒上想先沽一沽 但其實不算很嚴重,因為今天的市場本身都是弱弱的 至於你說有什麼利好呢?當然,我看看那些精選層那些 因為其實現在呢,有一點都值得說一下 究竟現在新三版具體內容有什麼呢? 其實都有幾千間公司 當然那些公司就不是很大的 但最大的,所謂的精選層,即預備可以跳級上市 大家要看到的精選、創新、基礎 這個最厲害的,可以跳上去,一層一層 現在精選層其實都有幾個公司,可以搞得行的 那一堆,我見到今早都厲害,今早彈了兩三成 不過問題是,我都不太懂得怎麼買 我都有點殘悔 一兩年前研究過這件事之後 我發覺我身邊的人沒有人參與 大家知道,我都不成氣候,所以就沒有什麼理解 不過可能今次之後呢,大家就會重新去玩一玩 因為好像兩年前的科創板 其實那些公司都賺不少錢 即使是股價上的 所以這個呢,我覺得都值得去研究 希望我之後多些學習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大家最簡單地先炒券箱 大家覺得生意多了,戰線多了 很明顯就應該是好一點的 不過市就不是特別買賬 今天市場就滿滿的 不知道是不是第二件我想說的 不過講來講去呢,講回恆大 我都是做了一個新聞報道完 因為我都覺得我自己是沒有什麼insight 給大家的 那之前呢,恆大的股票不斷跌 大家都知道,3333、6666 連這些車全部都跌 還有之前就有些離岸債就跌了 之前呢,我聽高手說 都是覺得離岸債問題比較多 在岸債可能會好一點 不過似乎都捏了一堆 你見到,先講離岸債,一美元債 其實全部都跌到二十多元 我不知道有沒有高手會肯接呢 因為有些人計算完數 就說有機會重組之後 都有回五十元 如果二十多三十元 跌到五十元就好像很吸引 不過問題就是,現在的東西一爆 數又越爆越多 不懂得計算的 所以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聽口風就越轉越差 不過當年,介紹也是這樣的 最初就說很少 跟著到爆的時候就爆得到 但是,你見到昨天已經開始暴跌了 那些離岸債 昨天下午的時候就開始暴跌了 昨天下午的時候就開始暴跌了 有些人說,一五恆大零三 那隻儲物,部分停了 因為跌得多,它就停了 那些部分,就算不停的那些 那些都好像,剛才我一塌,都跌十多隻左右 那些人說,其實可以燒到旁邊 但你問我,我自己的感覺 問身邊的朋友 其實我的影響就不是很大 因為你做一下功課的人 其實都某程度不會太認真衝進去 就算買開內房債那些都會避一避掛 所以R&F本來都是比較放在藥的 bucket裡面 本來都不是那些本來沒事 然後突然間因為恆大塌 本來都是放在比較藥的 現在恆大作惡化 所有東西都要大家再看得深深一點 但我覺得似乎,我的非正式統計 其實都只剩下一些highlight 會否只剩下恆大那些Bond 現在好像是這樣 我都沒有預算的,所以真的買那些真的不一樣 是的,沒有槓桿得那麼厲害 說真的,很多人都會走 甚至乎那些高手回頭 所以整體來說 至少對整個high yield market那裡會差一點 對我們的主力股票那些 感覺就暫時不太強烈 當然真的爆 sentiment 一些新聞都是差一點的 看看它爆完,大家都是這樣 有智慧有膽識那些 等它爆完重組,看看拿回多少錢 中間都可能是一個挺好玩的遊戲 不過就不太適合我了 第三項今天提示的 早幾天大家感受到MSCI Rebalancing 應該是星期二 星期二MSCI Rebalance 尾市便移動 今天恆子會做Rebalancing 最開心的就是李寧 當然最開心就是李寧 我們是拿著的 今天就應該按照計算 我是抄哪裏的 我是抄摩根 不要計算 因為我不懂計算 他計算完後不用Reinvented the view 今天還有5億 其實當然有些偷步 我相信 但你見到李寧和三國六百 即是China Merchant Bank 今天會有些影響 所以今天下午收市 剛剛是星期五 所以應該會移動更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李寧今早不算很特別 不過說真的 都是超額完整的100元 在樓上 OK 好 那 需要留意一下 看看下午會不會有些驚喜 或者收市會記 OK 就交一些時間給同事 先就是Elliott 講一下Mire 之前都很弱的 但又有些事情 又令到Elliott 好像有些想法上的改變 我先交會 講一講 好像聽了一個call 今天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Mire的這個 最新我聽了這個 他的一個call 還有他之前的那個業績 簡單的說一下 在講call之前先講一下 他這個上半年的一個業績 其實這個業績 基本上是一個inline的一個狀態 Topline基本和這個googleman的預期一樣 Bottomline是小幅的超過這個googleman的預期 11% 然後這個GP margin Profer margin 也是基本上也是inline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看到這次 他是比較大的一個進步 是他在這個IVD的方面 他的這個年化增長是比較多的 IVD就是這個體外活檢的這個項目 然後這個也是Mire的第三大收入 就是除了他本身的那個監護設備 還有他的這個呼吸機 還有就是他的那個影像設備以外的一個 這個軟件方面有一些補充 還有就是這個第三大的一個收入來源 所以說這個今年的這個年化增長 是有30.8%是超過了這個googleman的一個預期 然後這個增長的一個比較快的大的一個因素 是這個covid的一個outbreak 就是這個新冠的這個疫情的一個情況 同時這個我也看到這個在這個IVD方面 這個Mire有些新的佈局 像他在這個做了一個叫Mire治檢的一個SARS系統 就是類似於除了這個試劑以外 這個軟件方面有一些補充 還有就是一個一個收購 就是這個叫HITES的一個收購 這個收購是能夠保證這個賣位 在這個IVD的一個原材料上面 能夠得到一個比較高質量原材料 同時是一個補充 這兩個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進步 所以說這次他的業績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升幅 同時這兩個進展的話 在這個今年的下半年 也是一個很強的一個growth driver 所以大家可以有些期待 然後下面就是還有一個就是關於影像設備這一邊 就是Medical Imaging這方面 他的這個增長也是達到了26.9%的一個增長 然後這個增長的一個原因 主要就是他的一些設備 像這個叫MXME的這兩個設備 在這個歐洲還有這個毒聯體 就是俄羅斯那邊還有這個拉丁美洲 都是有一個很強的一個break through的一個情況 這個增長的一個我覺得個人認為 他的原因是就是之前麥瑞在這個新冠疫情裡面 通過賣這個呼吸機 他介入到這些市場裡面 然後同時在這個市場裡面 由於這些他的這個brand的這個認知 大家當成的提高 所以說他的其他產品 像這個影像設備也會有一個提高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是比較好 但最後就是關於這個安徽的這個IVD集彩 當時在這個出業績的這段時間 也是正好之前的幾天 是有一個安徽的這個關於IVD集彩的一個新聞 當時是只是出來這個新聞 所以說我當時是認為這是很大的一個concern 因為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年的這個業績增長 主要是靠IVD的這個增長 如果這個安徽的IVD集彩 有可能就是對他的這個核心的一個growth driver會有影響 所以當時是我有這個concern 所以說但是昨天之後我重新聽了這個call以後 我發現這個很大的concern其實是有一個變化 首先這個從頭開始講一下這個call吧 第一點就是關於這個中國醫療設備基礎建設 這個這個方面是有一些變化 這個關於這個基礎建設 其實就是之前Kelvin也跟大家講過 就是那個infrastructure的一個policy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中國這邊要建很多新的醫院 然後這些新的醫院他也需要去配套一些這個影像設備 還有他的還有他的那個監護設備都會要配套 所以說這個infrastructure的一個增加就會增加這些設備的一個需求 然後這次的話這個像這個在這個call裡面這個管理層也說到 他們有一個guidance就是在這個2021年年底 他能夠完成這個總共訂單的50% 所以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我認為是一個很強的growth driver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這個關於這個大監護線 現在也是受益於國內的這個醫療建設 這個剛才提到 大監護線就是這個PMS系統 就是他的一些醫生的那個病人的這個監護設備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有一個新的就是Mari 他現在有提供這個益欄子IT解決方案 這個是一個SARS系統 這個的話可能就是將來在智慧醫院建設 因為智慧醫院也是這個infrastructure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這個可能也會成為一個新的growth driver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關於政策的這個風險 政策剛才也提到就是這個IVD的一個基彩的一個情況 但是根據最新的這個安徽省這個基彩的一個結果來看 其實Mari在這一輪的這個IVD基彩的這個中標數是很大的 他這次的中標是排名第二 僅次於這個亞培 是拿到了所有中標數的15.7%的一個份額 同時這個拿到這個競標這個價格也是並不是很高 是在一個中間的一個範圍拿到這個價格 所以說這個結果是比較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有統計這個Mari在這個所有企業的一個中標數裡 他是排名第二的 同時他在各個方面像這個腫瘤相關抗炎感染性疾病 還有這個激素測定都是有一些的都是比較均衡的一個一個中標 所以說簡單來說就是中標這次在這個在這輪集彩裡面這個中標情況是不錯的 第二點是這個這次Mari在這個call裡也提到說是在這個分銷這個價格問題 就是之前大家很多人擔心這個集彩會嚴重影響它的價格 然後就會影響它的盈利 但實際上這次的管理層是說他的預計是這次的出廠價可能不會造成一個很強的一個定價壓力 原因就是這個Mari在這個分銷渠道上他是有比較強的一個溢價能力的 就是因為他一直是參與這個公立醫院招標的整個過程 就是他簡單來說就是他跟這個公立醫院是有一個長期的一個合作關係 所以說他在分銷渠道上他就同樣是比如說降這個價格的話 他可能這個壓力更多是在分銷商上而不是他在他這邊 就是因為他這個溢價能力 所以說結果就是他可能就是至少他們內在的一個guidance 就是認為對價格可能影響是有限的 這個也是比較好的因素 再結合剛才之前這個談判價格是在區間在中間 所以說我覺得總體來說 這個這輪集彩的結果是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下面就是這個全球擴張的一個情況 其實Mari在這個今年的這個上半年 在這個全球有700個客戶 新客戶裡面有300個是訂購了這個Mari的非COVID的產品 非COVID主要就是指這個除了呼吸機以外 和這個重症監護以外的設備 這個其實之前我記得在上一次這個call裡面 Mari也提到就是他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通過賣他這個呼吸機和他這個COVID的產品 然後把這個品牌打造出來 然後主要就是滲透這個像歐洲意大利 還有法國還有這個東歐這邊國家 當時是有這個設想 但是今年根據這個call的情況來說 他現在基本上這個設想是在實現的一個情況 同時在這個全球2600個他內在 他自己訂的潛在客戶裡面有1700個也建立了關係 所以說在全球的這個擴張我認為還是不錯的進行 下面就是這個原料供應 這個剛才提到就是這個他有一個收購就是Types 這個是一個比較領先的一個IVD的原料的一個提供商 這個的話就是能夠給Mari一個Edge 相當於就是因為同樣做IVD裡面其實能拿到上游這個 比較優秀的這個供貨資源是比較少的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進步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AED的銷售量增加了150% AED就是一個叫防顫的一個設備 這個其實之前有一個新聞就是在大概兩個月到三個月前 當時是說有一次好像在一個足球比賽裡面 有一個球員就是在踢球的過程中突然是有心臟病發作 然後就死掉了 然後後來當時就說這個如果有這個AED防顫的這個設備 如果比如說當時有配置這個設備 這個人就不會死就可以治療過來 就當時引發了一些市場上的一個關注吧 所以說其實AED這個設備 現在國內只有Mari和這個余悅兩家是有生產這個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主要是新聞推動 所以它這個增長是有一個150%的增長 也是達到2億人民幣 雖然現在它的佔總收入並不多 但是未來我覺得還是有增長空間的 因為就是有一個討論就是將來可能會在這種公共的設備 像學校還有一些體育比賽都會配置這個AED 所以說這個是可能也是一個增長點吧 最後一個就是管理層是承諾未來六個月裡是不減失股份的 這個是一個在這次會議裡說到這點 同時這個昨天其實也有一個公告就是Mari也增持了股份 所以說大概是10億元股份吧 0.25的股份 所以說這個也是不錯的 說明管理層也是一直在回購股份 所以說總結就是我認為這個Mari其實這次的靠的內容 就是他這個新的這個在政策方面 來講這個安徽極彩的一個結果可能是比較好 同時他們也是有一些議價能力 所以說大概就是這樣 本身業績的話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謝謝 謝謝 謝謝Elliott 我看到有人在留言區想說一下Chirri 阿桑又可以說一下 你記得昨天的股價 其實就好像是前天出了Chirri的業績 坦白說其實業績真的不是那麼樂觀 因為其實在他未出之前 其實市場對於公司2Q的業績有三個最主要的期望 第一件事就是他希望市場認為2Q 他們的top line應該是達到30% 另外就說他的active customer 即是他們的net add 即是正增加 按季是會給quad on quarter 是會有一個明顯的上升 還有第三件事就是3Q的guidance 希望會有27%至29%左右 那Turn out出來三個都是miss了 還要是miss的都幾誇張 這裡可以說一下 那你見到其實top line 其實都是27% 相比起他們的expectation 30%都有一定的距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他的active customer 你見到現在20.1miss 但他今個quarter的net add 其實是只有30多萬 你對比起他們原本的first quarter 是有52萬的 那見到市場的expectation 就是希望他有一個明顯的acceleration 希望多過52萬 但現在沒有了 那這件事也是非常之做得不太好 還有最後一件事就是他的guidance 你見到guidance 只有23%至25% 市場expectation是27% 亦都是miss了 還有剛剛提到的top line是三成 Expectation是三成 Turn out是27% 但反過來它的market expense 是升了五成多 亦都是加速了 但反過來那個數字 反映不到在top line上面 這件事也是做得不太好 還有大家知道這間公司正在輸錢 這間公司現在的margin是1.1% Expecting full year應該是2.2%左右 我印象中 如果你看回他們的full year的gidance 是80至120個basis point 其實都是撕不到的 所以不論是top line bottom line 其實也不是說真的特別 非常之理想 所以其實變相在near term上 整體的margin的pressure 一定是有的 因為剛剛提到的marketing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fulfillment expense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他的公司是玩一篇model 所以變相那些利益成本 亦都是非常之高 亦都反映為何公司是市金錢 因為最主要是日平無路位置 而且增長亦都是相對比較慢 所以這些term的話 公司的基本面是有變化 所以業主交不到就被人估一估 好,謝謝sana 簡易晶 我最喜歡 好,接著就是 Ada index 大家竟然很喜歡 我看到Kelvin的index 我問Kelvin有甚麼生命 我幫他搞一會 等大家開心 不過也不是就是開心 也有些參考作用 好,接著是Trader 我連讀都不會讀 我交給Ada答你 好的,問題應該是 在2025年 就是打後做3nano和2nano 的時候 是不是EUV的光刻機的demand 會有影響呢 現在說到3nano 應該是用下一代的EUV機 那些叫High NAEUV 都是EUV 但轉了鏡頭是更厲害 High NA Numerical Aperture 我不知道中文是甚麼 還有些物料也有變一變 這個就是3nano和2nano 接著就是 如果3D DRAM 是不是可以減少EUV 現在說是這樣說的 如果3D DRAM 可以不需要EUV 但是好像Micron 之前都說他都不需要用EUV 現在又說用 所以這些東西不停轉 聽著先 聽著先 接著 在下面就是 是不是2025之後的東西太遠 是不是太遠 如果你是很確定的事情 你知道會發生的 那就不會太遠 但是現在都不確定的話 再要去到2025後 就可能遠了一點 可能大家 在Semi裡面 下一個擔心的東西 都在這個系統 什麼時候結束了 就未去想到 就是可能 熬不熬到這個系統 就是之前想過 那樣技術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3D NAND 是嗎 在說600個層 這個也是很遠的事 因為現在是說100多個層 在說到600 就去到300才想到這個問題 還有NAND 至少現在都沒有用EUV 我平時都不覺得ADA這麼厲害 但我覺得ADA答得不錯 我可以賺一下 ADA真是厲害 我覺得很快不用做 答案即時問題 我問一下ADA指數的美股版本 要問一下ADA 類似的東西 當然我有 我問一下 那些是把道指和納指 雙兩者的conversion DIVERGION 就是這個 這個 那有LOCKOFF BOOMBERG 是有次的嗎 我今次有 沒有 有一個聽眾之前提及過 可以在BOOMBERG設定 不過我後來問過BOOMBERG 原來是不行的 看看近期為什麼納指這麼厲害 就升高CCMPRNDU 我會選擇化版的 我先想想 不好意思 影響大家的觀看流暢度 然後發現很多人用FTC 的情況下 那間FARFETCH 即是爆補那隻 好像問有沒有水分 阿SON 你好像看過一下 其實我印象中 FARFETCH好像是一個3P的模特 所以其實他計算 都是計算他那個 Transaction 收過Commission Takeaway 這樣他計算 我不知道我這樣解答 差點難打到來的問題 OK 那 你會不會回答 未必各樣會回答 好 不過多謝你的問題 先問一下 00274的Eastom 真是慘慘豬 不過我們沒有的 放心 看到也覺得聽者傷心 曾經有改 問者流淚 加不了業績 那一說 業績改的 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很快的 可能說了 那天是和鳳凱天一起出業績 他好像是 就是 出到來都幾差 year on year 是說是flat 大家的期望是很高的 你看他的PE百多倍 就知道人家的期望多高 然後出到來的earnings是flat 然後margin又跌 可以交不到的都交不到 接著就給了幾間行業 就downgrade 唉 這樣就把新增innurance 交不到業績都很狠 反而有點誇張 我也見了幾天 真的 嘩 絕不守遠 OK 交不到業績 那如果那些業績交不到 股價向下跌 那又很合情合理 不過我沒有拿著 所以很難代理回答 不過一般你都知道 浩德的操作方法是要止蝕 雖然有經常止蝕都很慘 不是萬事萬靈 不過我都建議 如果那些事情不行 都要退避一下 那就是自己決定了 然後呢 有前後兩個Anna和Tiffany都說 一隻華潤啤 因為昨天阿SON有說過 他問青島和華潤啤 比較喜歡哪家 哪家比較好 肯定就是 你玩阿SON 當然是華潤啤 不然是青島啤 現在任入吉 大家知道我們不回答這些問題 不過昨天也有購買一些 讓你參考一下 今天跌的 當然Like說 電股開紅還未 不過就不再追 對 都 too good to be true 對 大家都覺得 然後 Simon說 那隻White Heaven 對 那個人說得厲害 真的 哎呀 在香港 不過接下來就去澳洲 你是不是用過一些 Global Talent Program 就是投資移民 為什麼要離開呢 好 OK 不過多謝你 下次最好說多一點 不過 我們主力都比較少買澳洲股 所以聽完就沒有特別行動 說真的不好意思 立即你物流升出收集價 有什麼看法 看好業績買入 有沒有影響收集 沒有很詳細跟蹤 所以答不了 不過我也看到 日日日升得不錯 圖我也看 但是你說 我沒有一些深入的分析 就沒有 沒有 沒有意思 其實不是每隻股票 我都會說 好像很厲害 不過也挺好 這是一個市場 不然慢慢在賣上去 跟著 Poor爹爹爹說 8月份開始 券商開始出現明顯升勢 但8月份 整體大市走弱 有什麼看法 整體都是 你見到最明顯是說法 一堆 不知道是否一早已經知道 有北京的性格 是否一早已經知道 北京的性格 你也可以說 就算市業不太好 但是基金賣得不錯 我基金的 頭七個月 國內的印花稅 已經等於去年全年 你不要以為我這麼厲害 其實是因為早幾天Ada婆說過 我記得不太好分出來 其實今年的成交又高 不要只看指數升跌 現在每天都要賣幾億 這個對捐商是好的 國內的公務基金 又可以浪費到錢 對它們是好的 你問我 你問我 我覺得今年的7月 市場是好的 8月其實是深圳差些 比舊經濟還差 那就是因為 大家沽民企 買國企的原因 但整體的券商不太差 接著就問E-BO 什麼時候有消息 最快這兩三個月內會有 但是暫時就沒有更新 OK 謝謝Calvin 多謝Elaine的問題 接著 David Powell 就問 結論 結論 就是Eliot看得正面一點 所以153有什麼影響 他們做的事情不太關閉 153是做高級好材 Mirin就是做這個設備 他們做的演網 沒錯 Peepee說 現在好像流行 Hyperman 為什麼 Ada這麼熟 Win Bond Win Bond是從事 OK 我很少看Win Bond 但是 今年就一般 不過如果你覺得是厲害 等我再猶豫一下 不過你說散戶怎樣買台灣 是不是K-pop那時候 有些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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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吧 你不知道 這個 其實有些 有些 有些 政權可以買到的 OK 好 接著問一下836 不用多謝我 多謝Oscar 其實我之前都開過一杯來喝的 幸好喝得慢 因為酒量不好 所以要分開幾次喝 不過我也是進入了喝酒模式 Ada什麼時候單飛出美股基金 踢開好得 哈哈 好啊 我也想 最好得正是負責買咖啡 買下午茶 好啊 加速一下吧 不要讓港股玩死自己 1766連續幾日陰D感性 好像被人慢慢收貨 請問有什麼insight 大家是不是找基建 基建 水泥 基建 constructions equipment 全部都炒掉了 大家重新擺陣 第二次移民 三次移民 二次移民 今天要考慮一些 有一個問題 我只顧著回答這些 沒有看 等一下研究一下 應該是這個 投資 先看看 不好意思 Ada說先看看 Jay問可不可以平衡一下1686的業績 1686的業績 噢 昨天有人問過 今天有人問過 Elon Morgan也在推 所以難怪開始動 我沒有看 我看完就告訴你 先看看 沒辦法 因為只有幾百萬 難搞一點 其實最主要有一個問題 如果加過零 我已經買了 我也買過 但很難進出 不過我永遠都是這樣的 好東西 為何便宜呢 就是因為流動性不高 應該要長渣 應該是這樣 好 OK 接著就是Charles Charles 我也很感謝你 每天很持之以恆地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持之以恆地做好它 希望做好一點 沒有多個講字 做到一些成績給大家 好 問題答完了 看看AM那邊 OK 都沒有 好了 我可以收工 有人問我 還有一個問題 358 怎麼提 358 是江西銅 江西銅 就是江西銅 就看銅架 這些全部都是 你明白為何鮑威爾 那麼大聲 Elon 也說沒有Invasion 因為那一刻 那些銅架升了之後 那些公元器全部都回來了 那些銅架都回來了 那些銅架都回來了 那不是說過度升嗎 那些銅架 你試一下 那些銅架彈回上去 那真的 那就是358 就是 然後銅架 OK 不過可以說 好 最後了 最後一集 沒有其他問題 1686 比GDS好多 之前的人喜歡 我問GDS 我覺得整個大陸 那麼地牌密博 然後 那麼厲害 Data Center 這麼多人給錢 好像Hugh House 都給錢 給錢去 但是 交不到 1686 在香港 肯仔 人們覺得幻想家不夠 現在發覺 不要買這麼多大陸 買香港好 之前也說 大陸有Discount 香港可能不需要Discount OK 不過還是那句 對我來說 最差的就是 成交量 OK 接著 問一下 我沒有跟著 85 這麼熟 China Water Affair 這支股票 嘩 真的 嘩 真的 輪出電靈 很厲害 不過 這支股票 還有的 這麼多年 沒有 我不會回答 不要得罪人 OK OK 好了 下支股票 好 下支股票 可以去放花園 好 看人 好 今天1點鐘開始 直播後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下星期再見 收莫愉快 拜拜